下 下的點 上面一點 下面兩點 那注意高低喔 寫字還是有高低 不要想說要點成平行 那個什麼三角形 正三角形不行 你看它有一點高低的差別 千萬不要弄成一個正三角形 好 上面那個扁 下面的箱 就斜 有點斜斜斜度 斜度完以後 這個右邊的點還是低 左邊的點還是低 右邊的點還是高 那可以看到這是窄的 這是寬的 所以字就是有那種鬆緊鬆緊鬆緊的效果 好 這個爐是寫的比向右來的寬 因為它左右合併的字就會比較寬 那你就要寫的比上面那個寬 上面的字寬 寫字都一直在注意上面的字長什麼樣子 右邊的字長什麼樣子 這都要注意的 好 那這過來要注意 要一點點這個樣子 它看起來是有那個蛛絲馬跡 這個脈絲要對準 這個脈絲要對準 好 這爐要注意 它的衫啊 它的衫筆順都跟我不太一樣 也不是跟我不太一樣 他喜歡寫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方法也很多人寫 也不算錯了 好 那爐 下面這個 它也寫得很可愛 上面先寫完 再把下面的筆畫寫成共筆 一起共用的下面這個 下面這些筆畫是共用的 本來可以拆開兩個針 它兩個共用起來 那這些蛛絲馬跡能留就留 你越 留得越清楚啊 方向啊 越明確啊 會讓人覺得說你的脈絡越清楚 雖然距離很遠 但是可以隱隱約約接得起來 這種動作就是我們講這樣的筆斷一連 一定要做到 相對於上面那個墊寫得比較鬆 這銀寫得比較重 不過它的重啊 就這邊重 那右邊呢 又重 但是它感覺上 有點左右拆開的那種效果 這種方法它非常喜歡做 什麼叫左右拆開 你要發現說 左邊這裡很窄 右邊這裡也很窄 然後中間這個縫隙很寬 它很喜歡做這樣 就是把它左邊壓窄 右邊也壓窄 然後中間上來拉開 很喜歡做這種效果 好 相對於銀字 合字就變得輕了 就是輕 而且似乎比上面那個字小 那你就要把它大小的比例表現出來 輕 然後比上面那個字小 這叫比例 寫字都非常重視這個 它這個都是蓄意的 它這個都是蓄意的 它的為字你一定要適應 那它寫的為字大概只有它會這麼寫 寫那個姿態 真的有點怪怪的 說不上來的怪 跟一般人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要適應一下 那圓呢 圓就是要拉寬了 剛才的圍是寫的很窄很窄 那圓是拉寬 那注意哪裡 注意這裡 它這裡寫的最低 這屬於左低 右高 那右邊要高 那右邊要高寫的時候要小心喔 然後往上斜往上斜往上斜 這裡 要高嘛 所以它不能再拉長 很多人這裡一拉長就對齊了 王寵的字啊 會有一些落差 左右高低有時候的落差 高高低低不一樣 千萬不要切齊 切齊就會沒有姿態 這個字你有沒有發現 左下角比較緊 就寫的比較緊 但是這個字也算是這種 那種東倒西歪 有沒有 樹畫是歪的 這個地方你有沒有發現 它不是在正中間 它歪到右邊 然後這邊寫的比較擠 這邊抬著高高的 就抬 都上去 都往下寫這個 這個都有一點小小的 好像有點 有點這樣歪過來 有點歪過來 這個歪這邊啊 這個歪這邊 就好像積木有沒有 堆的不太整齊 一會有向左 一會有向右 快要倒下來那種感覺 下面最後一個字啊 你擠不太下去了 它硬把它擠進去 偏偏這個字怎樣 筆畫還蠻多的 所以你自己要小心 好 那下面這裡沒有空間了 所以這兩個 這兩隻蟲啊 這個毀啊 毀布 毀布就寫的特別特別的扁 主要因為它格子在下面 有看到吧 好 那 它的鬆緊當然還是很明顯 這是緊的 拉開的這種動作 它上面是輕的 下面是重的 這很重很重的感覺 那這個一定要表現出來